猫姐姐但是不好了 半仙哥哥眼睛动得特别大 该不会是得了传说中的 体力毛肌收缩 头发直立 植物神经或周曲神经技能发生紊乱 毛脑毛乳头发发生改变 导致营养不良 啥那么恐怖 到底是啥病 简单来说就是头发了 那挺突然的 那半仙哥哥不是要重生是美颜 变成油腻地中海大叔了吗 我还要表现哥哥变成那样子 想让半仙哥哥不脱发 办法就是有的 那就是解决屁屁虾 第一拿掉头顶的神器 第二牵出脑袋里的炸腰筒 解除了这两点 屁屁仙就能逃走了 上市美颜的半仙哥哥就要回来了 哦不就是三柄曲神器 这好办啊 像这种一格楼梯跳 就再大胆走上去就行 人要不用 后面距离突然变长 我可是顾把小达人 一点都不欢 按着节奏来 两步一个小脚步 稳稳断断 打卡亲密接住 帮先哥哥下班 顺着相宽继续往上爬 哎呀 一步小军冲过头 这种相宽跳 还是很考验技术的 哎呀 怎么回事啊 这相宽怎么也折坑了 姐姐你要减肥了 哈哈 像宽和减肥有啥关系 要不是你胖了 肯定能单脚起跳 哦 想宽跳跃 需要单脚起跳 我也行 哦耶 谁说胖子不能单脚起跳 哎 谁说美女不能单脚起跳 接下来 这种大平台就容易多了 只要不断的冲刺跟腿跳 一鼓作气 冲上十个大平台 也是进了一局啦 身体楼梯继续往上爬 啊 这里感觉像是在半仙哥哥的胡须中奔跑 这胡须长得相当不规律 长长短短 处处细细 高高低低 半仙哥哥真是要多提起胡须啦 嗯 姐姐 哪有胡须是白色的呀 哈 不一定哦 可能半仙哥哥比较时尚 把胡须养成白色了 哈哈哈哈 兜兜长长 竟然要被半仙哥哥吃进嘴巴 那我要吃个辣椒 不不利器 熟悉的一格楼梯跳 继续打糖往前走 哦 好险 这楼梯距离不一 幸好我医学库宝玩多了 注意力可是顶级的 想看我 没门 半仙哥哥究竟偷吃了多少辣条啊 嘴巴都是错终复杂的辣条碎片 偷吃还不去洗牙 要是被爸爸妈妈发现 要是一顿混合酸打 哦 好不容易冲向砰砰的嘴巴出来 接下来到了鼻子 只要半仙哥哥一吸住 我就正正的往上跳 一呼吸我就飘得老远老远 再跟蹦蹦肠一样好玩 刺激 不过一定要精神的踩到每一根皮毛上 不然掉下去 就会像这样 分身碎骨 不害怕不害怕 眼睛往下掉 身体往前进 正是大打眼睛 这眼睛一咋一咋的 看转身低 一路马不顶急 进步如飞 大不流行 风车电池 一热天里 冲冲冲 不跑想大人就是厉害 轻而易举就到了脑壳嘛 好家伙 半仙哥哥的刘海都会自动伸缩 这男长就是传说中会飘的头发 哎呀 这刘海威力有点大 按住前行键也会被一傻而弱 哎呀 又来 自信的头发真难打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我得慢慢的来 只要我窝行牛腹 不欢不满 刘海再三不倒我啦 最后一步 冲雅 打卡把拼啊 已经到了额童 临胜利进一步之遥 继续go go go 爬上小慢腾 换个上地视角 捉扭 又扭 最后剩几个断跳 再接一格快速蹦蹦两下 1 2 3 打完 终于到半仙哥哥的头顶了 好想在半仙哥哥的头上睡个中午觉啊 姐姐别忘了 你是帮半仙哥哥去变了 哦对了 我是来把皮皮线赶走的 哇塞 这箱子里面的神器也太多了吧 这个更多 根本拿不完呢 要是不能全部带走 皮皮线还在 这样肯定不行 嗯 没办法呢 只能选择小肯定下剂 尿是要尿到病猪 就要来狠的 点燃加药桶 热了热了 小伙伴们 这下半仙哥 不会有地中海了吧 原来 没ч 已经 还不见了 这下半仙哥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